这几天中国在G20上大放异彩 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大国外交 参会的各国领导人那是争先恐后 跑到中方驻地跟中国领导人会晤 忙得中国外交人员都没有时间参加东道主 印尼组织的各种参观活动 而西方阵营那边可谓是见面裹子摊翻撤 他是乱了套了 今天磊哥特地拿出三个超级暖心的小故事 分享给大家 赶快开始 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第一个事啊 昨天下午有个大事发生了 说是波兰边境一个农庄被导弹击中了 导弹正好落在了一个农用拖拉机的旁边 造成两人嘎嘣装弹 这事可了不得 现在俄乌战争还没结束呢 这导弹打到了波兰 如果是俄罗斯方面干的 那等同于直接攻击到北约了 那么根据北约共同防卫条例 北约就要保护波兰 然后跟俄罗斯往死里干 当时参加G20会议的七国集团 是紧急召开一个小会啊 那一个个都是神色慌张 因为波兰那边第一反应就说是俄罗斯干的 虽然波兰没直接说 但是波兰宣称一枚俄罗斯制造的导弹落入了该国东部 那意思就是合上头上的狮子 他明摆的事啊 那波兰跳出来了 G7开紧急会议了 如果按照正常剧本走的话 美国为首的G7集团 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对俄罗斯群起而攻之 但是这次美国竟然第一时间站出来 以非常罕见的态度为俄罗斯辩护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也跳出来了 他说这不是乌克兰防空武器造成的 至于是谁做的 大家都清楚 很明显直接又把矛头指向俄罗斯 拜登马上就出来反驳了泽连斯基 关于落在波兰的导弹 不是乌克兰发射的这种说法 拜登对媒体表示啊 这个弹道轨迹表明这导弹不可能来自于俄罗斯 另外当他被问到泽连斯基对此问题最新声明时 拜登告诉记者说 这都不是证据 另外针对波兰方面要俄罗斯负责的声音 五角大楼都罕见的出来回应说 没有任何的证据来支撑这种说法 哎呦我的天呢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是吗 之后更神奇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向北约以及G7集团进行通报 说发生在波兰边境的导弹爆炸 是乌克兰防空系统引发的 听到这个通报啊 北约是松了一口大气呀 这里最惨的就是波兰了 估计直接气的找乌克兰算账去了 因为泽连斯基这个逗逼啊 一大早晨就告诉波兰 说是俄罗斯发射的 波兰这个大傻帽啊 把15%的国防预算给了乌克兰 结果就换来了乌克兰的一枚导弹轰炸呀 妥妥的电锯拉屁股是开了大眼了 这波泽连斯基的操作啊 越来越像是要强行绑架G7跟北约的意思 就差撒泼打滚了 但是现在西方国家甚至是G7集团 对于泽连斯基这个一脸呼吸猫 穿个绿色老头扇的玩意儿 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乏了 美国为首的G7和北约国家 把G20政治化 在G20开幕式的时候啊 他一定邀请啊 泽连斯基来演讲 在那一通放屁 目的就想羞辱俄罗斯 本来会议所有参会的领袖啊 都是按照规定 发表三分钟的开场白 但泽连斯基的视频连线中 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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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二十多分钟 那嘴都内置外置混合制了 真疼娘子能喷 主持人多次尝试打断他 但是泽连斯基拒绝停下来 当时引发了现场各种嘉宾的不满啊 请他来干嘛呢 直接掐了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现在大家得明白 拜登现在是骑虎难下 如果你现在去外网看看 外国网友对于泽连斯基的看法 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和嘲讽 就导弹这个事 从一开始乌克兰就各种搞事 现在连美国都挺烦他的 泽连斯基不断敦促 将乌克兰纳入波兰导弹事件的现场调查 以确定事实 泽连斯基说啊 乌克兰官员应该第一时间进入现场 我们要进行一番调查 而同一时间基辅都开始准备递交证据了 说是俄罗斯干的 这就太明显了 还没调查了 你哪来的证据 泽连斯基就是想把北约跟G7直接拖下水 而美国那边的态度则非常的明确 当被问及乌克兰波兰和北约说法不一致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就表示 我们知道泽连斯基总统的评论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反驳初步调查结果 这等于直接打脸泽连斯基说你呀快给我闭嘴吧 现在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非常想结束战争 但是冯德莱恩不同意呀 现在美国不想让战争局势升级 但是泽连斯基不同意呀 漂亮啊 不说还以为这俩人是两口子呢 这次波兰导弹袭袭事件啊 充分揭露了北约内部分裂的现状 很多西方国家都开始患上乌克兰疲劳症了 而美国这次非常罕见的保持理性 也就是说美国非常清楚 现在如果这么耗着 北约还能保持所谓表面的团结 如果战争真外溢了 扩大化了 北约马上就会分裂 那种虚假的团结马上就消失了 用这种抹黑栽赃的方式挑起事端的行为 西方有个专用术语 叫做假旗行动 而这次出来揭露假旗的竟然是美国 这事你品 你细品 现在美国 那可这是劳母柱卡榨了 是进退两难的 老头拜登他是真不容易啊 第二个暖心小故事 那可有意思了 来自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不好意思啊 放错照片了啊 应该是这张 加拿大一直在国际外交上 没什么声量 毕竟人家是个跟班 但是负面的消息 那可真是不老少的 最近这两天啊 特鲁多 那可是我头翻跟头 有多大眼是现多大眼了 昨天啊 有一个一分钟的视频在外网疯传 视频啊 是小土豆在G20期间 私下找习大的套进回 结果被习大的一通教育 这个视频啊 精准的拍下了小土豆被教育之后 一个人很受打击 很失魂落魄的 离开会场的画面 那怎么回事呢 咱们直接看这个视频啊 不合适啊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 我也诚心 咱们就用一个 来进行 好像 如果有点 如果有点 那就好 我们在想的 我们会有点 的 我们会继续 继续 国立的学会 传统 我们会有点 我们会有点 财政 我们会有点 上来 旷目 好 稍微 对 我 在 好 给 我 西大的对小土豆说 不合适 而且我们也不是这样进行的 如果有诚心 咱们就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合作 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然后小土豆开始疯狂的找捕 这个那的 当然西大的就有点表现的不太耐烦 直接打断他说 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 并且直接跟他伸手和他握手 然后俩人就错开了 这个时候有个非常厉害的细节 西大的说了句 很天真 然后是镜头一直跟着小土豆落寞的背影 现在这段视频 在国外社交媒体上是疯传 小土豆这次遭到了全世界网友的群潮 好多人都说 小土豆跟一个小学生被老师教训一样 那这次对话的背景是什么 习大的开始说不合适 不合适 指的是小土豆把一次中国跟加拿大高层对话的内容 透露给了媒体 并且进行了覆面的解读 而这个对话的内容是关于孟晚舟事件的 前阵子这段内容我也看到了 里面包含大量孟晚舟事件的细节 其中真的包含了大量爽文一样的内容 比如说当时加拿大指派了鲍达民与中国方面进行一场接触谈判 而当时这个鲍达民还没正式担任驻华大使呢 而因为加拿大方面的理亏导致这场谈判极具喜感 出席谈判的中方官员向加拿大宣读了一叠文件 直接怒斥他们逮捕了孟晚舟 你们是美国的走狗 当时鲍达民每次试图插话打断中方谈判人员的时候 中方谈判人员就抬头看看他 然后把文件重新翻回到第一页 从头再读一遍 而每一次都会重复这两句话 是你们逮捕了孟晚舟 你们是美国的走狗 宣读这份文件的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 加拿大方面就被这么骂了无数次 另外这篇报道还说 小土豆一直请求希望和中国领导人见面 但是连门都找不到 中方对于这个惹祸的美国走狗 是极尽的政治蔑视 中方给出拒绝的理由是 如果中国领导人与特鲁多直接对话 有备于外交礼仪 因为特鲁多只是加拿大的政府首脑 而加拿大的国家元首 是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漂亮啊 看完这一段 我真的是由衷的佩服中国的外交天团 确实是世界一流的水平跟能力 另外香港大公报 还报道了孟晚舟前往加拿大之前 曾在香港被美国特工跟踪跟偷拍 文章就说到 当孟晚舟搭上飞机 飞往温哥华航班时 FBI特工就传来了孟晚舟此行装扮的细节 美国派出的特工间谍在香港执行这一计划的时候 采用各种高科技记录孟晚舟的一举一动 并且还得到了香港内部代理人的协助 这下知道为什么要落实国安法 美国马上就急严了吧 话说回来 特鲁多在习大的面前真的是一个很天真的坏小孩 能力和水平边都贴不上 难怪被全球的网友疯狂的嘲讽 不过他也是咎由自取 在他前往G20之前他放话说 中国干涉加拿大的选举 妄图给自己加戏 结果被中国外交部直接回怼说 我们对加拿大的内政没有兴趣 打脸不打脸 然后在G20峰会期间 可能小土豆实在是太咸了 他在推特上转发了一个谣言 说伊朗那处死了一万五千人 结果啪啪被打脸 他认为太没有面子了 只是又删除了这个谣言的帖子 这又引发了网友一片的嘲讽 从他这些日子在国际重大外交场合上的表现来看 真的是丢加拿大国家的脸 真的是可以称为加拿大的耻辱了 赶快下台吧 你以为小土豆这够丢脸的 还有更丢脸的人呢 英国的新任首相三个苏纳克 从竞选的时候就和特拉斯比着对话强硬 期间苏纳克还宣称中国对英国的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 他竞选时候说如果他当选就对中国采取超强硬的态度 这个逼在前往G20峰会的路上叫嚣 称中国对英国的价值观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 还声称不排除向台湾提供武器 结果到了11月15号 正在印尼巴厘岛出席G20峰会的苏纳克接受采访时 两次拒绝将中国称为系统性威胁 这是直接就改口了 苏纳克随后表示啊 不和中国对话将无法解决共同的全球挑战 采访他的记者表示 这是苏纳克暗示放弃将中国列为威胁 看见了吗 他自己喇丸的拔拔自己又坐回去了 然后刺激的就来了 本来苏纳克请求跟中国领导人会面 中方同意了下午三点英方过来见个面 结果突然就被中方给取消形成了 外交部对这事的回应称 我们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当时英国国内啊 尤其是企业界都炸毛了 英国媒体称苏纳克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谁让三个自己屁眼八观作死呢 那能怪谁呢 选举的时候你说狠话 你当选了你还说狠话 那你挨嘴巴就别怪别人了 然后在当天晚上 记者就拍到了特鲁多跟苏纳克在小餐馆里谈话的照片 两个失败者的抱团取暖 苏纳克不停的对特鲁多说话 嗨 别往心里去兄弟 你看我 我还不如你呢 哎呀 看看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样子 纳克认识 脚底板掌屋子 他点太低了 另外澳大利亚一直也在对中国示好 并且主动来到中方驻地 跟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简单的会面 据说只是寒暄了一下 什么细节都没谈 澳大利亚的新总理的名字 我都没记住 总之也没什么存在感 澳大利亚不止一次向中国示好了 并且拒绝美国方面的强行安排 但是中国依然没太给他们好脸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你澳大利亚官方出面 把莫里斯那个混蛋之前说的话 都给我收回去 公开向中国道歉 服软 然后咱们再谈别的 看完这些 现在大家清楚中国在国际上什么地位了吗 大国靠的是实力 是非常唯物主义的 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时候西方媒体的抹黑宣传 根本就不能改变什么 明天习大大将会访问泰国 预祝中国外交天团一切顺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别忘了给磊哥点个赞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